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邓凯 我今天主要吐槽一下我妈 让她也上一上这个节目 我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所以我小学最讨厌的就是语文课 特别是在写 我的妈妈这篇作文的时候 你们能感受那种 就是当着本人的面 去瞎编一个故事 夸她的那种尴尬吗 真的压力很大 每次在写这篇作文 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水军 在给她写软文 很多朋友一定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你的妈妈背着发着高烧的你 去医院打针的故事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这么写 我也想这么写 但是我妈说不行 她说你作为一个老师的小孩 这么写 就跟写谐音梗一样 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我说妈那应该咋写 她说你这样 你写完我送你去医院的故事以后呢 再写一下我借着微弱的灯光 在病房里批改学生作业的故事 我这么写了 分还挺高的 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 该写我的老师这篇作文了 我迟迟动不了笔 同桌还纳闷呢 你咋不写呀 就写你妈给我们批改作业呀 我说你不知道 上次起点起高了 现在普通的批改作业 已经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了 我估计这次只能写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妈发着高烧 却毅然推开身旁的护士 在救护车上批改起作业来的故事 感觉这种体财刺激不到他 哪怕好也不行 我是一个没有审美自由的人 我小的时候 真的 我妈给我买什么 我就穿什么 那我整个小学啊 都是穿我妈的丝袜上学 不过不要误会我 是短丝袜 不是长的 长的冬天穿 冬秋裤穿 不过虽然是穿丝袜呢 我当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衣品 我会把丝袜往下撸 就撸成好像腿上 带了两个镯子的那种感觉 这有一个好处你们知道吗 就是以前你在跳皮筋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是你跳过去 然后要拿膝盖把皮筋往下压 这样你的同伴才能更容易地跳进来 对吧 我有了这个环以后呢 就能轻易地把皮筋给憋住 这一看就是同龄人 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霸王别金 这些是太紧张了 可能没发挥好 邓凯我觉得很可惜 太紧张了 因为我是他室友 他也赢过我在深圳的比赛上 而且赢得非常惨 那次那次基本上是 他是我十倍的票 他不太能把现场的气氛给带起来 他反倒越讲 越把这个气氛讲沉下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邓凯 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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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那个 真的是太紧张了 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一些 说这个邓凯挺好的 我还期待你能有一些表现吧 所以给你拍一个 但是呢 想让同情你的人只有我 听说过你不错的人也只有我 谢谢 那我们就进入了强麦环节 有谁想挑战邓凯的 倒计时十秒开始 这么多 说实话有些伤人了 我选小块 好 稳了 战了十来个人 然后其他人我觉得 因为都听过挺强的 因为小块在北京 我是没看过他线下演出 大家好 我说小块 我说小块 我一个来北京的演员 你们也听得出来是吧 一点北京口音都没有是吧 然后那个 确实啊就是 你知道好多人会说 我们北京人特别有优越感 但是我从来就没 就是生在北京 有什么可优越的 直到前两年 我们家拆签了 然后给了六套房 你说 我优越了吗 是吧 没有是吧 但说实话 开玩笑 我其实挺讨厌 拆在这个身份的 因为那个 我跟罗老师一样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也有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他是一个拆一代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资源和财产 全都在他的手里 就这事吧 弄得我老感觉 自己像一个流量明星 你知道吗 就空有一个虚名 但是名下一套 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 但其实啊 拆签之前我们家挺穷的 我现在都记着 小时候我爸带我去 那个批发市场 去买鞋去 只要这鞋 赶要一百块钱 我爸肯定得说 怎么这么贵啊 你这是皮的吗 所以到现在 小时候我一直都觉得 一百多的皮鞋 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就这种情况吧 直到我上高中以后 才有所转变啊 因为我发现 我同学穿了双篮球鞋 我说你这鞋不错呀 多少钱啊 他说我这是乔丹限量版的 一千五 我靠 我都吓傻了 我说一千五 你这什么皮的呀 是乔丹的皮吗 那是得限量 做不了几双 你知道吗 然后晚上啊 我就把这事跟我爸说了 我爸毕竟见过点世面 跟我说这有什么新鞋的呀 你同学让人蒙了呗 我说你怎么知道让人蒙了呀 我爸瞪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你记住了啊 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鞋 知道吗 你同学不会砍价 说实话 他说完了以后 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想话就是 我会砍价呀 对不对 第二天我就问这个同学 我说你那鞋哪个市场买的呀 他说我这是商场买的 我说这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宏观经济体积下 商品进行交易的场所吗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商场 找到那双乔丹皮鞋 跟迪言说你这鞋一千五是吧 他说对 我说成心要多少钱 他说先生我们这不砍价 我说不砍价 我可就走了 然后牛脸我就走了 果然啊没过多一会儿 我就到家了 到家以后啊 到家以后我才明白 我爸说呀 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鞋 那个市呢 是市场的意思 你知道吗 市场上没有 但是商场里有 但你们肯定会就是啊 你小时这么穷 那你家拆一分钱以后 你还不得可劲地变魔术啊 变魔术你们知道吧 好多拆二代都会变这种魔术 就是你用几年的时间 把家里的钱一下 哎 变没了你知道吗 就这种小魔术 你知道吗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家拆迁的时候啊 我都快三十了 说实话啊 已经错过了成为魔术师的 这个黄金年龄了 真的 而且还演成了 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你知道吗 就直到我现在去买鞋 就我还是会想 这鞋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这不坑人吗 我们拆出来的钱 是大方瓜来的吗 那是挖结极发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就 你有钱 但是你舍不得 花的这种痛苦 就比你根本没钱 花的痛苦 确实要强一点 确实是吧 确实 因为最后还是买了嘛 但是也不说报复性消费啊 因为你长大了以后 就是看问题会更加全面吗 你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 就是什么呀 消费是什么呀 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的 一架马车呀 我这哪是买鞋呀 我这是在鞭策 国民经济进步呀 但说实话啊 也说不上鞭策 就买双鞋嘛 顶多是这马车 从我这过几时 我喊了一时买 也就这样啊 但是我媳妇确实 特别喜欢去商场鞭策 这个经济进步啊 前这冬天的时候 跟我说想买一羽绒服 好几千 说这个好 这个南极科考队员 都穿这个 我说那得买啊 但是得等公司 派你去南极科考的时候 对不对 最后一个 我不选拆带的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我现在干什么事呀 没有人会支持我 前这我说不行 找这上一班吧 他说你上什么班啊 收房租不就晚了吗 我说要不然 我没事学个才艺吧 你学什么才艺啊 收房租不就晚了吗 但我真收房租 人家会说 这帮拆带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收房租 所以说我现在做脱口租嘛 不是因为别的 我就觉得这还是比较公平的 人家不会管你有钱没钱 有方没方 你好笑的就是好笑 不好笑 收房租不就晚了吗 对不对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说实话啊 想靠收房租啊 完成这个 当上这个脱口租大王啊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能依靠的呢 只有自己的努力 以及大家的鼓励是不是 本来设计的 还有说用你们的投票器 但是用不着了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小分 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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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还行 第一次看到这么不讨厌的有钱人 是吗 多热情 买 没说了买 周五晚上八点 星期五晚上八点 行 没问题 您放心吧 买 定了 这时定了 这时定了 就是感觉 小块就是上了以后 身后有那么宽的一条后柜 是吧 就是 我就随便走呗 随便讲 是吧 非常好 非常好 太有秀感了 他长得好像彭蕾 这个多余了有点 稍微有点多余了 多余了 不能说这些 小块现在是一个孩子 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一个 一个够了 这东西不能多 多了真受不了 不能怕变魔术是吧 对 怕变魔术是吧 一个行了 怕豪门远 打起来 小块这段就太好了 那我们获得了三个派档 恭喜小块进入紧急区 邓凯完全打不过小块 因为他不知道小块 他不了解小块的演出 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怎么想的选小块呢 因为 就是没看过他演出 是不是 对对对 北京离太远了 离深圳 主要是输给了六套房 六套房 六套房 是 那行吧 那就回去劝你爸努力吧 好了好了 好 拜拜 郑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郑凯 谢谢郑凯 拜拜 如果这一段就是没那么紧张的话 可能还是至少是五五开吧 现在就可能感觉就是完全没有一面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看看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了 喜剧的内核了 你们干啥了 喜剧从里到外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了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的说 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 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 唱一个热闹的歌 飘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大爷们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她们都没想到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波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老头没了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在这里 提词器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跳舞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期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现金 就像咔咔咔甩在 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啊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啊 这都不行 啊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 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啊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这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晋 我也是想给有意向合作的 甲方一个态度 就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这个是还在那个公司吗 嗯 我经常在你的朋友圈 看到你给你的公司 发汽车海报 买车吗 老板们 最近这个行业 确实不太景气 那你没考虑辞职什么的吗 那边工作比较稳定 我们这边稳不稳定 主要看自己 跟工作没什么关系 我看那个欧老师 为什么没拍啊 张雨琪老师也没拍 我猜我们俩没拍 跟他说的一句话 同时得罪了两个人有关系 他说这个明星没有什么文化嘛 虽然是转述的别人的话 还是会伤人的 所以我是高中没毕业 雨琪老师是明星 所以我们俩 虽然没有对视 但是心里面 心里一寒 然后就把手收回来了 好 小慧只获得了一等 我们就 大家好 我是小静 我确实是实力强一点的 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弹总经常看着我说 我们公司啊 傻子太多了 你也不能怪他 是因为我从小过度沉迷 偶像去造成的 就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傻白甜 然后跟不同的霸道总裁 爱死去活来 就直到去年 我真的谈了一场恋爱 才发现 真正的恋爱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就我想象中的恋爱 是吵架的时候 我在雨中奔跑 分不清脸上 是雨水还是泪水 他在后面看着我的背影 撕心裂肺地大喊 笨蛋 大笨蛋 但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每次吵架 都没有下雨 他也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觉得每次见面 都应该非常热烈 就他在马路对面 看到我欣喜地大喊 陈小静 我喜欢你 我说谁喜欢我 轩辕傲天 轩辕傲天喜欢陈小静 然后他开心地朝我跑过来 路上出现一辆大卡车 蹦 没救过来 但结果也不是这样子 他每次 都很健康地走得过来 轻轻地问我 你为什么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 但我现在发现 偶像剧真的给了我 太多的误导了 真实的恋爱 不是时时刻刻都这么甜的 我们有一次闹分手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他 穿秋裤的样子 轩辕傲天 怎么可以穿秋裤呢 我想不通 他说我才想不通呢 大冬天不让我穿秋裤 所以我打冷战吗 然后我们就冷战了 我觉得我一直在用一些 被偶像去洗脑标准折磨他 有一天我就忍不住问他 我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他说我喜欢你的自信 你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难道不是喜欢我的美貌吗 他说没错 就是这种自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小静 谢谢 我觉得可以补一盏灯的其实 非常有自信 谢谢 你如果没有讲那个冷战的笑话 我真的多少 一定会给你一盏灯 因为他讲的那个开头是真的 我确实经常看着小静说 公司傻子太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行为非常不好 向你道歉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你这个冷战的 又让我对你的同情 全部都收回来了 我觉得确实傻子太多了 那就很遗憾 小静没有获得领校园的拍灯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你还跟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本来是想说小慧明天还有工作 想送他回去的 既然如此的话 小慧其实你的工作我可以替你去上了 我明天没有空 行 没什么想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小静 谢谢 我想跟陈小静说两句 我们这个工作是技术活 也是有门槛的 还没有人类的感情啊 怎么还要编尸呢 恭喜赵小慧进入禁忌区 大家好 我们准备 从你们浮夸的掌声中 也不难听出对我的关爱 是吧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托口秀大会 有一种苦中作恶的感觉 强颜欢笑 我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这种时间点 还不离不弃 来看我们录制 非常感谢你们 还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看新闻什么的 看了吗 看了 看了还来 感谢 感谢 很神奇 对不对 这个节目居然还在 这个公司居然也还在 非常意外 最神奇的是 今年还有很多新的托口秀演员 加入 这个托口秀呢 就是一座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去年的托口秀大会 后制结束以后呢 我们这个行业 这家公司意气风发 这个卖票 一跳难求 全国巡演 全球巡演 本来我的那个海外巡演票 已经全卖光了 后来疫情嘛 疫情就全取消了 我当时觉得 那个就是效果文化 2020能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了 显然 我低估了2020 我也低估了这家公司 错上加错 折上加折 本不富裕的托口秀行业 现在雪上加霜 我们非常需要有人雪中送他 但很显然也没有人给我们送 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了 欢迎各位来到 托口秀大会第三季 怎么办呢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对不对 怎么办 The show must go on 你看 这个口语 为了海外巡演特意练的 根本用不上 这个疫情真的恍如隔世 我去年的计划 做得很完美 我说今年呢 我就少上一些综艺节目 我就好好地去演出 结果现在演出 全都是半瘫痪的状态 又去接了一大堆综艺节目 大言不惨 坐在那儿给人当评委 是吧 录着录着 有时候压力非常大 因为人家别的节目吧 真的特别好笑 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比我自己做的节目好笑 怎么办 怎么办 是吧 只好又接了一些 没那么好笑的节目 平衡一下 麻醉自己 你看 麻醉自己 其实是有合法的途径的 我们上海的演出 大家是看了吗 最近也陆续恢复了 恢复以后呢 我们特意请了 当时援助武汉的医生们 他说请他们来看 放松一下 然后跟聊天 一个医生就说 在武汉最累最苦的时候 都是靠我们的节目来放松的 我很感动啊 我说就为了你 我要多做好看的节目 他说 节目不好看没有关系 你们的八卦也很好看 你治病救人 你说什么都行 好吧 但我们特口秀大会三呢 还是只有一个目的 还是希望带来一个好看的节目 所以今年的赛制也好 模式也好 都会更刺激 大家也看到 我的右手边有五十位朋友 今天的突围赛 两期突围赛 他们最终只有二十五位 可以坐到这边来 非常刺激 是不是 我也反思了去年的 特口秀大会 我觉得哪哪都好 就是不够刺激 我觉得是跟去年的冠名商 是有关系的 酒 天天送酒 一个个高兴的 无心比赛 还有中途对赛呢 还有那种杀到了决赛 突然就放弃人生呢 是不是 今年不能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了 今年都给我喝奶 今年我们的总冠 是这个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希望大家喝完以后呢 都能像三岁的小孩一样 不知疲倦 死缠乱打 我们这个总冠的 谈判过程也非常艰辛 这个是在湖南 老板是湖南人 我非老湖南跟他谈判 他说什么都谈妥了 他就有一个担心 他说 你看看李淡 你们这个节目呢 你们的观众也都挺坏的 是吧 他是不是会把我们蓝河 给谐音成蓝河 蓝河 然后 来笑话我们 我说你们这个 这不是谐音的问题 这是口音的问题 这个可能只有在湖南会这样 是吧 其他地区的观众 应该不会这样对你们 而且老板 就算有人说蓝河 我也会解释成 是因为我们绵羊奶 产量稀少 难以喝到 老板很开心 老板非常开心 说李淡你这小伙子 太会讲话了 难怪出那么大事 公司都没有倒闭 太厉害了 本来呢是应该先说点什么 再介绍那边的人 但是有一个人实在是 造型过于瞩目 给老老师后脑勺一个特写 表情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就给我们展示一下那个后脑勺 就可以了 终于被寨主逮到了是吧 这个玩笑本来让你开过去就算了 但是因为有可能引起我的寨主的不愉快 所以我必须很严肃地强调 这不是在主干的 是 是我自己干的 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动作协调性什么就会出问题 我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也欠那么多钱呢 没事 没事 动作不协调 不是事是吧 很好 又是一年脱口秀大会 现在看起来都很好 是吧 人才积极的感觉 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忘了 去年脱口秀大会开始的时候 同一时间是一个多么 愁云惨淡 风雨飘摇的感觉 对吧 每个人看到我这里的问题都是 哎 效果文化怎么还活着 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你们看到我都会感觉 哎 李大人你怎么还 怎么还健在呢 怎么还笑得出来 笑得出来 笑不出来怎么办呢 硬笑啊 其实我从过年开始 就给自己放假了 去年接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工作 觉得也不太好 要整理一下心情 重新出发 真的 放假 我放假之前接的最后一个工作呢 是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广告 这个就好像你准备去跟老板辞职 一开门老板说 哎 你来得正好 你被开除了 我难过 我虽然被开除了 但是脱口秀行业还是发展得非常好的 你们在上海应该都很有这个感觉 就是买不到票 我们的脱口秀的演出门票已经是硬通货了 过去一年呢 这些人 这些脱口秀演员在上海都横着走 非常过分 跟谁喝多了都是 哎 以后买不到票跟兄弟说 兄弟找你买车是不是也能打折呀 就是那种只会出现在有头有脸的社会大哥的脸上的那种表情 频频地出现在了什么网敏啊 广之甚至杨丽的脸上 对吧 变化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 这些人就跟饿个爸一样 就到哪推门就进 坐下就吃 结账 结什么账 你就说你要几张票 非常多费 然后已经都养成了不买衣服的习惯 什么衣服啊 鞋就等人送 上半年的时候呢 还跟某些知名国际运动品牌建立了联系 是吧 天天等人送鞋 现在呢 每个人家里都羁押了一些再也不穿的鞋 我说你们不要吃 出去 有点出息 不光代表你们自己 你们也代表脱口秀 他们说 哎 脱口秀不是你代表的吗 你注意了吗 我下次注意 我下次注意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脱口秀 我没有带好你 对不起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每个人呢 都可以当五分钟的脱口秀演员 所以今年的第四季脱口秀大会 我们请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 在那边是不是看到一个穿警服的人 就是找这些人 你不知道怎么认识呢 像跟这位朋友认识也很奇怪 有一天我就喝多了 在大街上被他赶住 说哎 是不是喝酒啊 我说 很害怕 我说 不开车也不能喝酒吗 他说 嗯 果然是你 我就确定一下是不是你 就是这么认识的 然后除了他呢 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可能看一下 都是很多陌生的面孔 各行各业的朋友 很厉害 新朋友们在海选的时候 表现也很惊艳 所以的老朋友们压力也很大 八王餐吃着也不是很香啊 对吧 今年呢 压力还有比赛的激烈程度 肯定还是会上一个层次 但这都不重要 我们每年搞这个破玩意儿 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 就是把脱口秀演好 我呢肯定是代表不了行业了 我代表我自己 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脱口秀大会 转眼就办到了第四季 而今点有机呢 已经十四年了 他们十四年都没想出 这么硬的转折 今年十四年坚持有机 脱口秀大会四年坚持有我 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坚持 你们了解背后的话 都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 是这样子的 就是今年呢 其实真的 我也是本来打算 跟我搭档一起演漫才的 但是我们稿子 交给导演看了一下 导演说 哦 稿子太长了 你得删点不好笑的东西 然后我就把我搭档给删了 然后我刚才就在旁边 看了一下 吴豪汪德发的表演 幸好今天也没有演漫才 好了 这段给我剪掉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们的这个感受 你懂吗 就是上年节目我上了整整三期 但是上了跟没有上一样 我出去巡演 门口倒票的大哥还会拦着我 跟我说 哎 票要不要 第一排的 我说大哥 待会我会在台上 大哥很惊讶 还有这样子的票 什么渠道啊 介绍一下呗 就但是 我偶尔走在路上 也会有遇到被人家认出来的情况 但是有的人特别好玩 他不会直接叫我的名字 他会在手机上找一张我的照片 然后指给我看 他会 喂喂喂喂喂 我刚才觉得干嘛 我是逃犯吗 我是被你抓住了吗 啊 其实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的 我又没有否认 那我不是说 哎 你是唱出吗 不是 那这是什么 啊 还是演脱脱秀好笑一点 然后 我 我们后来真的是 就是有很多 就是我看很多弹幕什么的 真的是很多人会跑过来骂我们的漫才表演 说哎呀 好尴尬 我说大哥你谁啊 你懂什么是喜剧吗 他说我不懂 但我是你们公司的投资人 你们老板都得叫我爸爸 我说爷爷你好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你知道吗 就是当我看到很多什么心灵机当中 所以说什么 即使是一个人 也要活得像一只队伍 我觉得这不是叫人变得人格分裂吗 有人跟你说 哎 怎么没有一个人去旅游啊 我这是团建 我也没有跟人家什么合租啊 这种做过这种事情 真的 就我看现在很多找室友的帖子 它会重点标注某个室友的星座 什么入住这个房子 你将拥有天蝎座的室友 我心想这个信息有这么重要吗 我就不信有人看到这个帖子 说是这么想 哎呀 老小区没电梯 离地铁站来这么远 幸好还有天蝎座的室友 有人跟我说哎呀 昌叔你不懂 天蝎座男生做室友特别好 他们天性浪漫 浪漫多情 我说我要一个这么浪漫的室友来干嘛 有人跟他说 哎 帮我开车等我 嗯 我有蜡烛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 其实状态真的是很好的 起码就是少很多事情 就起码不用跟女朋友吵架什么 我每次吵架我都很大 我要去哄他 我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高兴 他说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我觉得真的嘴巴这么硬 你干嘛不去当个演员 去演个间谍 这样多浪费你的天赋啊 你想一下 如果你去演个间谍 你被人家抓住 人家快省你 说 来这干嘛 没事 真的没事 快说啊 再不说我就用行了 都说没事了 再说了 有什么事 你心里没点数吗 然后啊真的 还有很多人会就是 一谈恋爱就着急的同居什么 然后他就会发现 原来孤独一点都不可怕 有人跟我说 哎呀你说这种话 是为孤独中老 我跟我说 谢谢你的祝福 真的就住在一起之后 很容易就会吵架 一吵架他就威胁我 哎呀分手吧 分分分分分 分手之后 你就一个人过去吧 分分分 回到家就你一个人 想干嘛就干嘛 不好分分分分分 我说你干嘛 干嘛突然给我画大饼啊 你长得我对未来 还充满了期待 我其实觉得最好的东西 是你对另外一个人的幻想 看不到他的时候 起码会在想 哎哟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等住在一起之后 你每天都看着他 看着他用沐浴露洗碗 你又会在想 他在干嘛 我之前还跟我女朋友 去过一次日本旅游 在那里遇到过一次地震 就当时就晃得特别厉害 在那里晃晃晃晃晃晃晃 我根本没有想象过 这是地震 我还以为是我激动的青春 当时他在免税店里面购物 我在门口等他 地震发生的时候 所有人都特别紧张的 朝我冲了出来 他在里面愣了很久 也跟着很紧张的冲了出来 怎么了 对面那家店便宜一点吗 然后其实讲 所以我今年的拓舞秀 其实就到此为止了 我其实今年觉得 今年这个赛事真是太残酷了 就我这稿子 其实我自己知道写的没有很好 所以我挺不开心的 但是他们都特别开心 我还想说 哎呀 要不我就别参加了 他就说别啊 你不来我们淘汰谁啊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吴云晨 是我觉得选的有点不光彩 没关系 我是来比赛的 好吧 我是来比赛的 哎 大家好 我是吴云晨 今天这个特别赛 真的很紧张 但是非常紧张 因为这都第三季了 我心里真的很着急 因为我是一名全职投球演员 我讲了三年了 其实三年时间很短 但关键就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这么跟你说 我讲投球第一年 就参加了第一季投球大会 真的是高光时刻 高光到什么程度 我刚讲两个月投球秀 已经有老同学找我借钱了 张口就三万 而且还是都不用还 我说我也没那么多 坑吃坑吃借了三千块钱 到现在也没还 这一年过得不如一年 是有什么体验的 就是他借我的这三千块钱啊 我越记越清楚 就是工作第二年 等到工作第二年的时候吧 还是没有什么压力嘛 但是就会被一起进公司的同事 慢慢拉开差距 就比如说开会的时候 对吧 坐得越来越近 我都快坐出去了 还美呢 我说这样玩手机 应该不会被领导发现了 对 而且别人关心的就是 这个会上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这个嘉宾的稿子该怎么写 我想到永远都是 这个会到底要开到什么时候 有的时候开到夜里三四点呢 正收拾东西呢 领导出来看见我 嗯 吴英辰 你怎么在这 我说我怎么在这 我在家睡不着呗 我怎么在这 而且我刚进公司 而且我第一年刚进公司的时候 目标就是成为像李丹一样的人 对 后来发现庞博也挺好的 对 再后来有点羡慕忽兰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自己居然开始羡慕江子浩了 哈哈哈哈 当时我就发现不对了 真的吴英辰出问题了 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这 后来就还 就很着急嘛 就为了提高一下自己 我还去上海戏剧学院 报考了一个表演课的进修班 对 然后学制是一年 学费三万 嗯 你要是问我这一年以来都学到了一些什么 我只能说 假如让我演一个丢了三万块钱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会演得非常真实 哈哈哈哈 绝对体验派 你知道吗 真的绝对体验派 然后今年 特别大会第三季嘛 就已经工作第三年了 已经选择跟领导喝酒了 哈哈哈哈 对 我的领导 李丹 但是喝酒的时候有目的性就很明显 你知道吗 就是干杯的时候 见风查真说一句 这 下一期节目能不能让我上一个 没事 你不要有压力啊 不要有压力 对吧 就是 没关系 我们今天只聊感情 不谈工作 好吧 弹总 来喝酒 什么弹总 你看我 弹哥 什么弹哥也不对 哥 你说我哥 哇就喝了 真的 哇塞 后来就是 但是你说 虽然我们几个关系都不错吧 但是一起喝酒感觉就很奇怪 就比如说有人喝多了会找他们拍照嘛 然后他们给我一个眼神 我就知道我要干嘛了 站出来说 不方便啊 不方便 不方便啊 不好意思 不方便 这都还好 直到有一天我跟江总涛出去喝酒 他居然给我投来了同样的眼神 我说你也配 关键我当时已经站起来了 然后说不方便 不方便 然后大哥就看我说你是他经纪人吗 我说不是 我是演员 我是演员 他说那你拦着我 我说真不方便 真不方便 要不咱俩喝一个 大哥给了我一个眼神 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 大哥不方便 但也不是没有收获 但也不是没有收获 上次大家就在一起嘛 很多人都在 然后领导就拉着我的手 吴云晨 太不容易了 我当时就想 行 这期成了 这期成了 然后他就快被我的肩膀 趁早改行 我说别 我喝还不行吗 哥 我喝 我喝还不行 后来可能也看出来了嘛 就是这年心态有点变化 就是有点着急了嘛 就安慰我 说你放心 没关系 吴云晨 我们公司啊 我们公司啊 不会论资牌辈儿 只要有才华 谁都可以上节目 我说别呀 我来了三年了 就剩辈儿了 最后我就发现 透口秀它就是我的工作嘛 既然是工作 肯定就很焦虑 但是比焦虑更焦虑的是 不知道该跟谁诉说这个焦虑 对 就是跟谁说 跟朋友说 最近焦虑 结果他说的自己比我还焦虑 后来两人开始就比惨 对吧 跟同事说好焦虑 端子不行啊 同事会说什么 你端子挺好的呀 不用改了 我就是信了你们的鬼话 对 还能跟谁说对吧 就跟爸妈说 在大城市生活 真的好焦虑 爸妈会说什么 早就让你回家了 你不听话呀 谢谢大家 我是Win正 进入晋级区